第27题,液晶取义重量百分率浓度为10%的食盐水溶液20公克 请问此溶液中含有多少公克的食盐 所谓的重量百分浓度就是底下是溶液的质量 上面是溶值的质量 那么乘以100% 所以我们就知道溶值的质量 就是我们溶液的质量去乘以我们的重量百分浓度 那么这个百分符号是数学上的要求 那么通常我们都暂时就忽略不计 那么现在的溶液质量有20公克 那么我们的浓度是10% 所以消掉之后就发现就是我们的两公克 所以第27题问我们说 请问此溶液中含有多少公克的食盐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两公克